蚵仔煎加蛋不加蚵仔 回到現實中 食安問題連環報 芝麻油不加芝麻 連辣椒油裡頭都沒有辣椒 議員莊玉柱擔心台南身為美食王國 如果不加緊針對流動攤販積查 可能會變成死亡之都 中央目前都針對大廠進行機查 海南衛生局則是以源頭控管的方式來查驗 防止問題食品大批流入市面 違規的油品已經高達177項 這些每天都是數報啦 不過我們先從所謂的源頭控管開始 那台湾市目前有35家的大大小小的自由廠 我們這部分已經抽油 送去中央 目限出來 結果都是正常 不過我想制止我們自由廠部分 但是在市面上通路的部分喔 在10月底以前喔 因為那時從大同跟我們這個護衛箱開始 民眾還不太瞭解 店家還不瞭解 情況之下 我們去查了這個496個廠次喔 其實有很多的店家是不合格 現在目前是大家都比較知道以後 都會比較自主性很快下架啦 政局每天都會將合格和不合格的檢驗名單 公布在網站上 希望民眾能夠多多利用 確保大家都吃得安心 藉由仁珍 某一期 台南報導